嗨,晚上好呀 老妈今天用莲菜和肉末来做一道美食 首先准备半碗猪肉馅 在里面加上一些葱花 打入一颗鸡蛋 加入盐花椒粉13香 生抽蚝油调味 用筷子朝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 把它搅拌均匀 搅好之后在里面加入一勺淀粉 继续搅拌 搅成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莲藕 把它洗净去皮 切成片 电饼盛里面抹上一点油 先开小火慢慢余热 拿一片莲菜 在上面铺上老妈调好的肉馅 用筷子把它稍微摊一下 接着在上面再盖上一片莲菜 把它按压紧实 上面沾上一层干面粉 裹上面粉的莲菜加肉末 把它放在电饼盛里面 全部上锅之后 盖上盖子 开中火 烙上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 打开盖子 把它翻下面 可以看到底面都已经烙黄了 把它全部翻面之后 盖上盖子 再烙三分钟 可以看到这个莲菜的两面 都已经烙得金黄 已经熟了 可以出锅了 今天老妈做的莲菜肉饼就完成了 香酥可口 美味营养 做法还简单 你们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